地封生 不息之争 团曰 柔以时生 顺而顺 刚纵而应 是以大亨 用见大人 物序有庆也 难争及至行也 相曰 地中生目 生 君子以顺德 机晓以高大 生挂 象征上升 亨通 疑于出现全高未尊的大人物 用不着忧郁 向南方出征会带来吉祥 象词说 生挂的挂象是顺下昆上 而顺又象征高大树木 这样就成为地里边 生长树木之表象 树木由矮小到高大 象征上升 如此相应 君子通过顺应自然规律 来培养自己的品德 积累微小的进步 来塑造高大完美的人格 初六 允生大吉 象曰 允生大吉 上和至也 初六 已于上升 大吉大利 象词说 已于上升 而大吉大利 是因为阴柔 处在最卑下的地位 位于其上的阳刚者 同情其处境 希望其尽快上升 所以其上正 和夫上面的意思 九二 福来利用月 无救 象曰 九二之福 由喜也 九二 内心恭敬前程 即使微薄的 济世 也可以感动神灵 免除杂祸 象词说 生挂的第二摇位 九二 内心前程仁厚 一心成人之美 深得众人幸福 必定会给自身 带来喜庆 九三 身虚异 象曰 身虚异 无所已也 九三 上升到空旷的诚意 如入无人之境 象词说 上升到空旷的诚意 这是因为没有任何阻碍 上升得十分顺利 不要有半点质疑 六四 王用亨于齐山 即无救 象曰 王用亨于齐山 顺世也 六四 君王到齐山 既是神明 吉祥如意 没有灾祸 象词说 君王到齐山 既是神明 就是向神明 表示恭顺 成皇成孔地 供奉神明 结果必然会带来 吉祥如意 六五 征集 申皆 象曰 征集 申皆 大德至也 六五 赞卜结果 吉祥如意 城市沿着台阶 吻不上升 象词说 赞卜结果 吉祥如意 城市沿着台阶 稳不上涨 表明上升 已达到鼎盛时期 接近光辉的顶点 曾可说得上是 春风得意 愁躇满志 同时也表明 阴柔 居于尊位 必须稳健行事 循序渐进 不可向身顶顶 那样冒进 上六 明生 溺于不息之争 项曰 明生在上 消不复也 上六 在昏暗 幽明状态下 依然上升 只有坚持不懈地保持 纯正品性 才能获得好的结果 相词说 昏暗幽明状态下 仍然上升 本身又已处在 身挂的最高位置 按照顺级而衰的道理 上升的势头 必然会逐渐相退 再不会如原来那样 富有进取精神了